咦?大師?是不是那隻鬼來的? 不是外星人來的 喂!阿鼻仔是哪來的? 是那隻鬼討論外星人去上班的 這樣也行 原天頻道第十三台銀河照鏡 一個字,即是怎樣? 乖 我們又回來了 繼續講完 跟著的三分之一 不是,應該是三分之二 剛才是講的三分之一 剛才講到就是說 阿蔣先生 和他太太 都同一時間問我 你見到什麼? 我只是告訴他 我感覺到很多東西 我感覺上那裡有個女人 比較 這個更加惡的 比之前的男人更加 但他們是不是 大家有關 我不知道 感覺上那女人是厲害很多 有攻擊性 原來他就告訴我 他原來曾幾何時 他有一個partner 是韓國仔 你也知道 夜總會 他們做主人家 都會和客人去喝 那些人才會留得久 會開心 即是和你一起吃 對 那韓國仔 有一天 原來是吃掉了 就躺在一張沙發上面 這張沙發 原來就放在佛像的下底 差不多低一點 即是下底的位置 即是地主隔壁 原來他一躺 之後他怕得不得了 以後都不敢回去 他跟阿蔣先生說 阿蔣先生 我繼續做partner 但我不下去了 原來發生什麼事 原來他那天聚了之後 半夢半醒 他就無端的 好像有人看著他 他睡在那張沙發的時候 有一天睜開眼 有個阿婆 他見到阿婆 是90度彎腰看著他 即是說面貼面 差不多親他 他見到他很恐怖 青白色的臉 是青到寒 他看著他 是惡到不得了 他整個醒了 醒了當然喊了 喊就沒有了 之後就發生這樣的事 原來還有一句話 剛才我所說 那個男人在最尾的房間 原來他們那間房間 旁邊有一個儲物室 這個儲物室不是很大 儲物室可能幾十尺 即是很小 這個儲物室 一般來說他們是上鎖的 他們把最貴的酒 美麗的酒 全部放進去 因為一定要鎖 你不是那些人出出入入 你看不到 有時候被人偷走 不知道 這樣就鎖住 阿蔣先生也經常吩咐員工 一定要上鎖 有一天很奇怪 翌日上班的時候 因為通常他們是下午 我記得是下午兩三點才回去 因為通常是晚上才開 準備一些東西 弄些東西 他們就發覺這間房間開了 開了不止 他當然是抓著員工 罵 他員工不是太多 拿鎖匙去開這間房間 可能只有一天兩個 他就罵 為何你不鎖 我有鎖的 昨晚 我真的有鎖的 這樣 好了 他又沒有損失 那就由他 翌日 又沒有鎖 他又罵 那個人真的有鎖 說了很多次 知道 那你又有鎖 他們呢 在夜場裡面 也有很多 那些 監視鏡頭 即是那些 放到 閉路電視 閉路電視 照了很多不同的角落 其中一個角落 就是 對著這個 處物室 因為怕被人偷走 也是他自己撞的 所以他很清楚 那就 調氣不順 蔣先生就覺得奇怪 你說有鎖 我看你有沒有鎖 你說有鎖的時候 如果鎖了 他都自己開 但是如果他沒有鎖 看得到 他就去留意 是看到員工有鎖 但是更加奇怪 他們關了鎖之後 因為在三藩市灣區 通常是兩點之後 不准買酒 所以 一般來說 是一時半 一時半 最後一時半 之後 就不會再給酒 因為法律規定 兩點過後 在街 和公共場所裡面 是不可以喝酒 不可以喝酒 沒錯 所以 他就繼續看 但看到2點 5分至2點 10分這段時間 畫面出現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整間店裡沒有人 每個人都走 但他看到 那扇門 是自己開 開了不得止 他已經覺得很奇怪 為何會自動開 是鎖了 如果是有鎖的 我當他沒有鎖 他自己開了 或者是一些氣壓 有人關門開門 令到扯封的時候 他自己開了 如果沒有鎖的話 但你關門 你關了的 有門鎖住 即是自己會 你沒有鎖 他自己都會關上 有個鎖頂住 第二天 第一天 第一天 他先回公司 即是去看 那扇門 還是開著 不得止 他鎖門的門鎖 他有兩個門鎖 一個就是自己關上 鎖 另一個就是插鎖 再扭的時候 那個門鎖 奇怪就奇怪 那個門鎖 兩個門鎖 都凸了出來 即是說 他開的時候 他不需要解鎖 他自動開 他說你的門鎖 是鎖住 與不鎖 仍然開了 所以 很害怕 他們之後 原來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他之後很快賣了這間店 這間店 現在仍然正式營業 仍然繼續營業 所以也不方便說哪一間 還有 我們去另一個角度看 如果這個 不是屬於陰靈的話 他可能是一些 我們未認知的 奇界 另一種空間的生命 也未認知 因為他可能有高能量 可以隨時把東西解鎖 但問題就是 我是 引證過知道 這裡有一個男 不是一個女 在場最少 我所感覺到 因為我經常都這樣想 靈體 有些人人都死 但不是人人都有靈體 我經常說 靈體是否一種特別的存在 是否另一個空間的生命 另一種空間的生物 所以 有些會存在 有些不存在 可能他變成另一個空間的生命體 另一個生物 你說這個空間的生物 可能他有高度的能量 之類 所以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鎖了都可以開到你 高科技 我開了 整個多蚊子 好像我上一次 上一集說 溫小姐提供的故事 他一看見 整個臉都是平的 平板電腦 他都不知道怎麼辦 他不會害怕 我就跟他說 你按一下他 高智能 要按一下他才會彈出來 哈哈哈哈 不過始終我們說 沒有機會跟他溝通 也沒有人會有興趣 跟他溝通 不需要的 因為你一溝通 你就自己會 很難的 所以通常都沒有必要不要溝通 運高 這一個是其中一個 開頭的故事 接下來 我剛才所說 有一間日本餐館 一間唐人餐館 再加一間卡拉OK 再加一間影音的店舖 另外再會開多一間餐館 接下來之後 他買了這間餐館 後來發生了一件事 他就買了一間日本餐館 這間日本餐館 又是在離開三藩市 大概二十分鐘左右 車程 如果不閉車的話 離開奧倫大約十分鐘 車程左右 這個地方 不是算偏僻 不過那裡 都多中國人 不過你不會看到 那麼多中國人的店舖 但是他那個區 都是算OK的 就在我們叫做 El Cerrito 或者是Richmond 剛剛在那個交界裏面 這間店舖 他頂手的時候 有個歷史 本身他自己後來 也買了一間房子 剛剛我上星期 他就帶了我去他家 原來他的家 就在這間房子 大概隔兩條街左右 走去就是五分鐘而已 所以很方便 我剛才所說的 有歷史 因為我以前 一直都有去 幫他做一些 銀行上處理的文書 因為我是做銀行 大家都知道 當時我記得第一次去的時候 說的是三年四年前 他開了四年 這間店舖 當時我給一些文件去簽 他也介紹了他的樓主給我 他的樓主就是業主 原來都是香港人 樓主就是做裝修 先說一下這間店舖的位置 那間店舖的大廈是怎樣 所謂的大廈 其實他只有兩層 那兩層呢 挺方便的 他門口就有一個 停車位給你 那你就不用停街 只放進去 那就去那間日本餐館 那日本餐館 在左手邊 你看到這個大廈的時候 右手邊 另一個辦公室是做現梳的 中間一個門口就是上樓上 這個大廈只有兩層 樓上是什麼呢 樓上有一半的位置 是租了給人做會計師樓 都是做現梳 我記得是會計師樓還是現梳 都是這樣的 這個是右手邊 而左手邊 即是日本餐館的樓上 正正樓上 就是一個 算是好像住宅的公室 那樣的東西 那業主就在上面居住的 嗯 那 原來這個去買的時候 原來他是跟一個 日本人買的 嗯 很奇怪買了 我想都是五年左右 那為什麼會跟他去買 為什麼別人會放手 一般來說 商業樓宇都比較難 很難找的 他們通常都不會放手 除非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或者是退休 那樣那樣 那樣 就算買了買下 有人租的時候 你收租都已經 不用做了 就是 坐在那裡收錢 為什麼會買呢 原來呢 剛才我所說 業主的位置 就是在日本餐館樓上 那原來還沒買之前 是什麼事呢 原來前一手的業主 一個日本人 嗯 他在那裡 應該是突然間去世 嗯 應該是心臟病 那類的 就是長期病患 突然間 砰一聲就走了 嗯 結果兒子 和媽媽 就覺得 我不想再保持這些物業了 嗯 賣了他放盤 就拿著錢回日本 嗯 那他就 這個香港人就買了 嗯 買了之後呢 就在樓上居住的 嗯 但是他開頭 不是在樓上居住的 嗯 開頭的時候呢 四年前呢 都是吉了的 嗯 那我當時 阿蔣先生就告訴我 原來當時 他的員工就在樓上居住 就是在這個單位居住 但是每一個在這個單位居住呢 他們不是看到東西 嗯 但是他們的性格 都會轉向一些很奇怪 嗯 跟普通人思想會不同 本身他的性格 不是這樣的 突然間就好像 范仲僧啊 嗯 分世窒族啊 全世界都欠了他 嗯 突然間會很短時間 就是住大約三四個月 就開始會有這樣的性格 嗯 不是一個 是每一個他的員工都 因為初時他租了樓上 給那些員工住 嗯 都會有這樣的情出現 嗯 他就覺得很奇怪 那麼 除了這樣之外 那間餐館發生什麼事呢 那間餐館 剛才我所說的 門口是一個 有三個停車位 嗯 那車一拍過去 車頭就對著餐館 你看到還沒進去之前 你看到餐館的外場 全部都是木造的 那也都有一張床椅 放在外面 嗯 那就是因為現在 在加州裏面 都跟香港一樣 嗯 在室內是不准吃煙的 就是加州實施了先的 很久之前已經 那所以那些人呢 就會在門口那裡吃煙 嗯 那 那 餐館一進去的時候 嗯 現在裝修了有點不同的 以前呢 還沒裝修的時候呢 一進去 左手邊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 我們叫做VIP room 如果大家有去吃開日本 都知道有些地方 他們特意設了一個 VIP room出來 就是給別人跪在那裡吃 是 那他們 有這個房 左手邊 再走前一點 左手邊再走前一點 就是廚房來的 那接著有個壽司吧 就是說你見到壽司吧 但是你見不到廚房的壽司吧 在後面 因為他們全為員工專用 右手邊 就是一些卡位 嗯 那壽司吧 前面都是一些位置 那你直走 那 卡位應該是大概六個左右 都幾 幾長雅的 幾深 那 再走前一點 過了卡位 你和壽司吧 就是壽司的位置 你就會見到前面有一個 雪櫃 這個雪櫃 一般來說 很多餐館都有 就是 前面有一塊透明玻璃裡 放飲品 譬如你要 可樂 啤酒 全部都放在裡面 嗯 雪櫃 旁邊 那裏 有一個 後門 即是被員工出入 倒垃圾 這樣在後面出 但那扇門通常都是關的 嗯 是一個 是一個 emergency exit 嗯 左手邊就是廁所 嗯 還有 廚房的入口 嗯 好了 講完設定了 阿蔣先生其實對這些員工很好 他也是一些 台南的 地道的台南人 大家都知道 台南的人通常都很講義氣 算是有點黑道背景 他又不是黑道背景 只不過他在兩邊都可以比較 黑得開 因為他以前跟我一樣 為什麼我們這麼談得來 就是因為他以前在台灣都是當差 他爸爸都是當差 退休的 嗯 我們特別多解決 嗯 他告訴我有一天 他就帶了一些員工 即是剛剛開張了沒多久 就很開心 員工又做得很晚 通常他十點多鐘都關門了 關門之後 反正家庭那麼近 回家 打烤 嗯 就叫員工回去 一起打 吃到大約點多兩點鐘 半夜兩點 兩點 兩點多 而開始發現 不夠菜不夠肉 吃到七七八八 那怎麼辦呢 回菜館拿 就叫其中一個員工 這個員工算是助手其中一個老婆的弟弟 嗯 他都很高大 有六尺一 嗯 很大份 嗯 都頗帥 嗯 那麼啊 青年八正正正常常 伯母性病 對 哈哈哈哈 有沒有我不知道啊 別人的事是私人來的 就是這樣說 青年八正伯母性病 哈哈哈哈 就叫他 喂 阿壞人 嗯 譯名而已 嗯 回餐館拿些菜和肉回來 嗯 那他說好吧 就回去拿 其實路途是大約 前後 來回是十分鐘 去五分鐘回來 五分鐘十分鐘就搞定 那你拿完的東西就走了 對不對 很久 搞了很久都沒有回來 嗯 過了差不多半小時 嗯 他打算拿起手機打 搞什麼 你一邊吃東西一邊喝東西的時候 你不覺得不覺得很快 但他覺得奇怪 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回來 是否有事呢 中途有事呢 雖然是五分鐘的路程 但那個區 都可以不安全的 嗯 但一般來說 都不會太大問題 因為他六尺多高 嗯 那誰去死呢 然後打算拿起手機打的時候 門中響氣 嗯 叮噹 一開門 嗯 知道他回來了 只是看到 他拿著菜 拿著一袋東西 但是那個樣子 就已經是 面無血色 嗯 是青得很厲害 嗯 是怕到震了 震得很厲害 嗯 就知道發生了些事情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給一杯熱茶去喝 他怕到說不到話 給一杯熱茶去喝 坐下 喝完一杯熱茶 暖一點 嗯 臉開始有血色 但是都是青的 可能太害怕了 他說發生什麼事呢 去了餐館 一開門 一開門 又正門走進去 嗯 一開門 因為 晚上 不用開燈 為什麼不用開燈 雪櫃那裡有光 嗯 打算進去廚房拿東西 燈都不用開了 一開門進去 看到雪櫃 前面 就是雪櫃和他之間的位置 剛剛在雪櫃前面 嗯 有一個大約四五十歲的男人 嗯 他肯定是一個亞洲人的男人 站在那裡 看著他 嗯 他就第一時間 用國語問 嗯 你是誰 就是知道 是賊來的 是賊來的 你在做什麼 那想著追上前 想著走過去 衝過去 按他 已經 想著偷東西 有錢好沒有錢 可以進來 當然按你 嗯 怎麼不夠兩步 走一步 一提直腳走一步 那個人轉身 重了聲 穿牆而過 他才知道 這個不是人 是外星人 是外星人 真的是外星人 他就同一聲 在牆上就這樣穿過去 好像有道門一樣 但其實什麼都沒有開 他就愛了 他就知道 看到什麼了 第一次看到 那去不去廚房拿呢 又移了很久 又不敢動 又不知會不會回來 知道自己也不應該看到那個東西 當然 那件事也沒有想到 你會回來 你會看到他 是 然後 之後 他拿完東西就回去 所以 蔣先生第二天 就問回業主 究竟 這座大廈有什麼背景 你跟誰買 所以那個業主才告訴他 是跟一個日本人買 而那個日本人 已經離開了 所以 兒子和老婆 兒子和老婆 就 把店舖買了 有可能 他是留在那裡 而不會離開 因為他離開 突然 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已經離開了 有些個案 聽過 所以我們 還是叫他做中陰生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離開了 但是 一段時間之後 他自己會知道 當然可以穿牆而過 沒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 但是 這件事之後 他們已經知道 這間店舖有些問題 但是 其實也不會理會 繼續做 只不過晚上 不去搞 不會回去 關了門 關了店舖 就任由他 也沒有什麼大的搗亂 或者那些東西崩潰了 這件事不好 那件事不好 因為本身 如無估計錯誤 前一手的日本業主 都是應該做日本餐 因為之前說 分樓上那個是誰 分樓上那個是誰 分樓上那個就是那個業主 他就在那裏離開 但是之後 阿蔣先生 但是那些伙計呢 伙計分樓上那些 對 蔣先生租了這個 日本餐館之後 就租了樓上給那些 員工當宿舍 因為有很多是外國留學生 他們應該是不能做的 但是 也有人去幫他忙 做一下東西 樓上的方便 所以就住樓上那個單位 但是很奇怪 這個單位住了 每個人都是 兩三個左右 他的性格突然間 極端地改變 會變得很奇怪 就是震不住那些陰氣 被那些陰氣震回頭 所以 有時候有些事情 你都不知道怎麼解釋 只是知道 有這樣的事發生 隨遇而安 你不搞他 他不搞你 見到就當見不到 就最好了 是 OK 這個故事完了之後 我要交代一些事情 因為上次 前一集 我幫了一位女士 Jenny Jenny 說一下她的夢境故事 Jenny女士 是的 Jenny女士 是的 因為她交代過 不要講 不要叫她這麼老 不過 很開心 因為她跟我一樣 都來了三十多年 超過三十年 到華僑 和我同年 同年幾 都同年來美國 很年輕 她說以前沒有節目 她以前沒有機會聽過我 以前我一上課 就已經做電台了 她沒有機會聽過我的節目 現在很有機會 我們在空中結緣 在網上結緣 她聽到我們的節目 就很開心 多謝她支持 希望我們的節目 繼續 帶給她很多 娛樂 歡樂 如果她當初 以前有聽我做節目的話 可以更早的時候 已經享受到這些娛樂 哈哈哈哈 何止呀 更加多事情 可以經歷到 像我一樣 跟大師做節目的時候 當年 漸漸凍著 看著我們做 我們當年都很精彩 因為當年我們做電台的時候 那個電台比較陰 真的很開心 我都沒有想 幸好大師 你當時沒有告訴我 我還要做凌晨的節目 兩點至六點 我還記得那個節目 叫金夜星光燦爛 跟現在的慶談展出 畢夜天 差不多 但是你只有一個人在直播室 是整個辦公室沒有人 整個電台 整個辦公室 就只有你一個 只有你一個 在直播室 走了出去的辦公室 外面 那層樓都是沒有人的 下了升級 都是沒有人的 整個建築 整個建築 只有你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在做節目 其他人沒有 跟香港電台不同 因為香港電台我去過 看著誰誰去做節目的時候 做輕談展唱 畢夜天 晚上兩點至六點 我們在這裡 我們不要緊 他有什麼不肯開 阿姐 阿詹 門口也有個吃 然後每半小時 有一個人真的 走進來報新聞 你都說有些人氣 對 還有其他人氣 對 我們當年是沒有的 因為我們當年 我們一群DJ 要求要開通宵節目 老闆就說 好啊 你們就自己搞定 我不會有其他支持 所以整群DJ 都很勇敢的 哈哈 但又不知道那間店 這樣 是啊 我會好一點 很多時候 我首領大人跟我一起 我知道 我有兩個人 通常你的節目在我之前 我一上來的時候 你應該在做 另外我認為有兩晚 都是做通宵的 通常做通宵的時候 我首領大人一定會在 陪伴我天亮 五點鐘 有第二個人 神祖節目來接班 我們就走了 你真是開心 我自己一個人做 但沒問題 因為我的節目是說鬼故 如果我一個人說 我就不說了 哈哈 哈哈 傻的嗎 所以有其問我和你一起說 搞得 因為我一個人說 我又看著他們 我又假裝看不到他們 你明白嗎 我很難做的 哈哈 即是大家聽眾我看著你 就說你的話 是啊 那你也覺得 有點奇怪 是啊 不太好 Anyway Gini女士呢 我交代一下 遲一集跟她說的時候 因為我看那裡 可能寫在文字上 不是很清晰 所以我又誤解了 他現在要澄清一點 首先他在夢中聽過 姐姐跟她說話 我又說她姐姐過世 原來不是 她姐姐是未過世的 還健在 只不過在夢中 那些女人先跟她說 是她姐姐 但可能 這是一個靈體 假裝是她親人 又或者是她前世的姐姐 Anyway 所以是跟她說的 而那句說話 什麼陳歸陳肚歸肚 就是說她 是她 Gini跟這位靈體說的 曾經說過的 說話 但她印象中 她沒有跟她說過 那可能 這是前世跟她說過的 說話 前世記憶 是的 前世記憶 而她當時 她住在三藩市 她在三藩市 但她夢中 她就夢見她 回到香港 小時候住的 深水埗區的一個唐樓 所以她夢見所有的過程 是夢見深水埗區的唐樓的一個過程 那一個神壇 她住在六樓 深水埗區唐樓的六樓 她就對面八樓 那個建築 就有一間佛堂 那佛堂有光射過來 就是這個意思 剛才你講到這件事 我突然想起 我看回她的訊息 我才記得 原來她住那條街 跟我以前住那條街 住了九年 都在一模一樣 只不過是差兩個街口 但是她的位置有點不同 有什麼不同呢 原來在七十年前 是一個墳場 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個位置 打進去那一堆 全部都是墳場 後來之後 全部都建了之後 再建了屋 其中最主要墳場的入口 做了一個遊樂場 所謂遊樂場就是 我們那些籃球場 都幾大廈 足球場 籃球場 我記得是 我經過過的 但是回看歷史 那段 地段 全部以前都是墳地 所以那裡也有很多 很奇怪的地方 而且那裡有些書院 在那裡 那些書院 經常有很多 奇怪的 有些不可思議 那些 尤其是廁所最尾的 對 以前是墳場 你想想 可想而知 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是比較陰 還有 還有沒有話說 不是說 我就可以說一個很短的 然後就交道 他當年來講 另外一個夢 夢見他媽媽 他過生的媽媽 跟他前男朋友 說要娶他那些 好像冥婚那樣 搞冥婚那樣的 他說他交道 他媽媽是過生的 但他男朋友是否過生 他不知道 因為他到今時今日 他都沒有再跟他聯絡 所以 是否過生他不知道 應該是沒有過生的 應該是沒有過生的 上Facebook查一下 對 無論如何 要跟證 免得 人家聽 剛巧他們聽到 那些 我還沒死 你無冤無仇 你無法遷咒我 再見逆時朋友 你遷咒我 這部分 剩下不太多 剩下幾十秒 所以 跟Jeannie說一聲 不好意思 先交代 改正那些 information 那個地區 有什麼靈異事件發生 我現在 不停地 再說回來 好 接下來 我們還會有 交代一下 M.M.上次說的夢境 其實還有後續 他說他 翌日晚再發一個夢 那個夢 更加 搞不得八 我們跟他 分享一下這個夢 嘗試去拆解一下 這個夢的意識 在裡面 想交代什麼 因為我看完之後 嘗試 沒有理會 沒有理會 不過延續 都呼喉何求 另外 Jannie 又提供了其他 鬼怪故事 今集 我們有很多鬼怪故事 不過應該說不完 因為這麼多鬼鬼怪怪 我們就留待 慢慢鋪排在 往後的集數裡面 繼續跟大家分享 現在我們先休息 待會回來 再延續剛才我說的 小故事 嗯 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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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見到 沒有眼、鼻鼻鼻 只有眼 previously 口對著他吹氣 牆頭髮的иж流 為什麼 對著她 真的 謝謝 慢一點 我們馬上冷暫 走了 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前後大概有三條街 橫掃下去有四十多條街 例如烈志民區 烈志民區剛剛靠旁邊的街口 就是一個金門公園 金門公園也是很猛的 令我們三藩市一個出名的 當年,現在少了很多 當年我三十多年前上課 一個比較出名的撞鬼勝地 可以這樣說 要看的東西就進去看 我的師兄弟也曾經試過進去 那時候的傳聞太厲害了 三十多年前 那個毛頭警察、毛面警察 那個靈體在裡面抄牌 抄完牌之後 那些金門公園永遠是不需要交的 你拿著那張金門去到 不用交的那人死了 已經不存在的 但當年很多人收過這個靈體 有很多人見過這個靈體 所以我當年是很出名的 但近這幾十年來 近這十幾二十年來 已經 怨氣可能沒有那麼重 或者已經 已經 新鮮了 所以 超渡了 放了功能力 對 所以 沒有再在這裏 近這十幾二十年來 我都已經沒有再聽過 很少 已經沒有聽過 但換來一個比較特別的 近期的 我所說近期 就是這個金門公園裡面的 看不到樣子的警察 之後所發生的 就是原來說 在某幾條街 之間 如果你晚上開車 說晚上開車是十點 十一點之後打後 如果你向安 你就會有一架 黑色的Limo 跟著你 嗯 黑色的Limo 是 M.I.B 是那些 很長的 車 很長的 一種 美國 林肯車 然後 原本就是 大概是 十六呎 大約 六七呎 就會在中間 加了幾個出來 就拉到十幾呎 裡面可以開派對 通常結婚 畢業禮 就會租一架 但在裡面 又喝酒 又有泳池 在裡面 很誇張 很豪華 我知道 香港有一段時間 會流行這種車 後來在香港 實在不太方便 去地方窄 所以後來就沒有了 這件事 這個故事就是說 原來有一個傳聞 當你的車 走到那段路的時候 通常他們有一個禁忌 就是 不要響 總之你響三下 這輛Limo的車 就會跟著你 你看不到裡面 通過到後鏡看下去 第一 晚上 第二 整個黑色 第三 窗門全部添了 把所有窗門都放在黑色貼紙 所以你是看不到車廂裡面 永遠看不到車廂裡面 但是 你一路開門 你響完安之後 它一開始跟著你 應該是大約十一階左右 打下去 打下去三十幾四十階 總之這段路 就不要向安 一向安 這輛車跟著你 是不停地跟著你 你是走不走的 你去到哪裡都跟著你 可以跟著你回家 有些人是很害怕 曾經聽過有一個人 不順車 走去做這個 也不知道是不是的 傳說來吧 試一下吧 據他講出來 當時他真的試過響了三下鞍 就不知道從哪裏走了一輛Limo的車 就在後面跟著他 他已經知道 糟糕 是見的 立即踩走 他無論駕駛幾快 那輛車又跟著他駕駛幾快 他又看不到裏面有什麼 他已經很害怕 怕到震動了 怕到去到海邊 跟著不知怎樣 過了紅燈之後 就不見了 因為他不知是衝紅燈還是怎樣 過了之後就不見了 那輛車 他說那次真的撿回身材 如果他停了車 跟著下來有什麼事發生 沒有人知道 黑色綿毛給我想起 當然是MIB那些身體的組織 可能三下鞍是暗號來的 以為自己有 誰知道你不是 追爆你 還不是有外星人在裡面 我要先捉他 對 你已經打響了我暗號 你是外星人 我們先捉你 你先走 所以有時候這些事情 傳說都不好玩 看看有什麼情況 像這些 說真的 尤其是美國 是太危險的地方 有槍有成 如果沒有靈體 你作弦那些 原來真的不知道 什麼組織的人 真的不知道什麼事 死了都不知道什麼事 問題是 你玩可以玩的 我永遠都覺得是可以玩的 如果 有一個先決條件 條件就是 如果真的有這件事發生的 你可不可以控制得到 好老實說 我都不肯定 自己夠不夠足夠料 去處理到 我也不敢玩 何況普通人 還有 如果是靈體 你未必可以控制得到 不是靈體 是外星人 你更加不可能可以控制得到 好了 如果是賊 如果你有槍 你跟他拼火 即是 計劃那條數 三個可能 你都玩不起 就是啊 做什麼要玩這些 我師傅經常說 不要撩鬼拿命 無論是哪一個情況 你都玩不起 你就不要玩 如果你知道 搞定我 沒問題 就去吧 你說 我本身都不是人 沒所謂 你就試試吧 但誰比較強 一起學一下 沒錯 OK 接下來 不如我們先 跳來講講 這位 我們聽了MM 他另一個夢中夢 第二次再發的夢 更加九五八八 上次那幾幾搞事 房卡變成了 白色鐵塔卡 然後又走上去拜廟 他無緣無故做了大大地的講解 解釋 如何使用 他那些夢境 其實很有創意 全部都很另類 很特別的情況 挺好笑的 最重要是不要遺留一些東西 對 所以 這次 原來他發燒病的情況下 發完那個夢之後 在第二晚 他離開重感冒之中 再發另一個夢 對 環境是怎樣 新的夢境 更加九五八八 首先他說 在夢裡 他還未結婚 還是單身 即是現實他結了婚 對 現實他結了婚 這個 畫霞照來的 哈哈 還未結婚 我也希望我自己未結婚 可能可以這樣想 他還未結婚 然後媽媽和姐姐 移居到澳門 給我感覺 頭一部分 他這樣說 會不會是一個 另一個空間 另一個宇宙空間的 他的生活環境 那時候他還未結婚 所以他跟媽媽和姐姐 搬到澳門住 可能那裡 所有的東西 開銷 開銷 洗費會便宜 經濟便宜 之類都未定 Anyway 他們就搬到一間 很大的豪宅裡面住 一間大宅 為什麼大宅 因為有很多房間 而他裡面的房間 就包含了大量的二手家師 但這個二手家師 最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柱哥的二手家師 最多是什麼呢 就是很巨型的projector 哈哈 還有很巨型的大電視 佈滿整間屋 只可以當是牆子 用的 整個牆都是projector和電視 哇 究竟他搬到一間屋 還是搬到一個秘密基地 還是他住在Batman的家 或者是影院 我覺得他 柱哥就是很多不同的projector 和大電視 OK OK 廳啊 房啊 周圍呢 都是projector和電視 哈哈 可以當是長子 用他的形容 哈哈 這個夢也挺搞的 究竟這個夢裡面做什麼 會讓我覺得 就是說 他 這個夢裡面有些提示 就是他身處的環境 很多東西 有兩個情況 一 可能他被很多東西吸引著他 嗯 他對很多東西都很新奇 想作新的嘗試 所以他有很多東西去看 你這個意思 但是同一時間 因為很多人都知道 其實有城市傳聞 一向都說 新出的電視 電腦的螢幕 其實都裝了這個 反鏡頭系統 在裡面 你開著螢幕 看著螢幕的同事 可能螢幕呢 這個說法 所以呢 這一部分 給我感覺就是 會不會代表他心裡 他很想探討更多的東西 想求知欲 很旺盛 想知道更多的東西 但是同時間 他被很多人監視著他的感覺 即是很無安全感 所以很突然看著他的感覺 這個是兩個層面的心理狀態 嗯 接著是什麼呢 他就分房間睡覺 他說 因為當時所有的projector和電視都開了 所以他說整間房間是很光的 哈哈哈哈 光殘殘的 即是很無安全感 給我的感覺 Anyway 每一間房間裡面 就有三 有幾張單人床 幾張單人床 我不知道每一間房間 有幾張單人床 做什麼 他自己的房間 就有三張 哈哈 都蠻有趣的 Anyway 床上面就有一個櫃 一個床頭櫃 那個櫃呢 他仍然都很仔細 他的夢呢 是相當仔細的 他會做很多東西 在裡面 包括他說 他看看這些櫃裡面 由第一層由上而下 數下去 第一層的話 就有鎖 而第一層右邊的鎖 有鎖 但沒有鎖上 他打開裡面 就發現有鎖了的盒 然後呢 在左邊的床頭櫃那邊 就有上鎖 那些櫃有上鎖 床頭櫃裡面 兩邊都提供了四條鎖匙 在櫃通裡面 就發現了兩處的地方 就有四條鎖匙 大家都試過 所有的四條鎖匙 都開不了所有的鎖匙 那就是怎樣 哈哈哈哈 沒有告訴你 那些鎖匙是給那些鎖匙 他面對著很多難關 很多事情還沒做完 那手邊就好像有很多助手 很多人去幫他做這件事 但發現呢 哈哈 沒有一個做到事的 即是如果他有管理階層的話 我都相當地 對他們相當地擔憂 即是他在學求向外面的發展 很多選擇 還沒被選擇做什麼 前途好像一片光明 但在他面前做的事情的時候 很多事情還沒如意不決 還沒解決 但是呢 好像很多人去幫他做事 但所有的那些人 就只有把嘴巴而已 哈哈哈哈 即是好像弄了追女生 他們被人困了入牢 然後曾志偉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不知道做什麼 哈哈哈哈 即是說 面前好像有人幫忙 但沒有一個搞得好 那樣的感覺 都幾有趣的 接著呢 劇情發之內 就更有趣了 接著他就不管了 開不了鎖匙 接著下街休息 就去了便利店買汽水 還記得是買盡裝汽水的 哈哈哈哈 真的很仔細 很仔細 他喝了很久 邊走邊喝 然後走到一個舊區 環境是一個舊區 OK 突然下海傾盤大雨 他就躲進騎樓 但都已經濕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接著呢 他就繼續走回家 接著遇到一位少年 這位少年就問他 他說 敢不敢和我一起爬入屋呢 他心想就想 他說 這樣怎麼會不敢 因為為什麼呢 他說 他說他在病 因為他在夢裡 還記得自己是在病 他在病 還在街上賣汽水喝 他臨到濕 他臨到濕了回家 肯定入門口都被媽媽罵了 所以不如爬進去 也是一個好方法 他就答應了這個少年 爬進去 首先是一個少年爬 他就夢見這個少年 身手非常矯緻 兩三下就爬進入二樓了 但是呢 好多是爬進入二樓 但是他說 在夢裡 他說這個是六樓來的 哈哈 但是他本身住六樓呢 總之不知 總之在六樓變二樓 夢裡面很奇怪 總之 就說這個少年 好好殺入兩三下 就爬進入二樓 爬進去 而正當他想爬的情況之際 他就醒了 而醒了的時候 他就記得 他睡覺之前是在喝汽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這個夢呢 很仔細 他做得這個夢來 很清晰 是啊 很活該 給我另一個看法 在這一部分 我就覺得 就是說 他已經面對一個 舊的工作環境 已經 其實呢 整體所有 有樓堅逢野魚的感覺 就是說 千瘡百孔的情況之下 全部都不是一個很信心 不是一個 再有突破發展的情況 很配合他出來 拆字 天字的感覺 是啊 我也是這樣想 加上有個少年 還不是找個分 是啊 等於有個少年出現之後 跟他挑戰他 而且那個少年 終於兩三手腳 就已經升到高位了 就是說 他在那個原地上 做了很久 都沒有一個突破發展的時候 他還等於呢 想他向上爬的時候 有個新人進來 就挑戰他 現在新人就比他 升得更加快 嗯 他當 六樓就當是二樓爬 那個人 是啊 那就是爬得很快 連跳幾級都 騎過他 那個感覺 那就是說呢 在這份工作裡面 完全開始 會陸陸續續出現 很沒有安全感的情況 出現 會令到他有隱憂 所以為什麼要求突破 你搬失那個意思 那有機會 可能呢 轉了一個新的環境 有新的發展 很光猛的意思 可能前途一片光明 都未定 所以整體來說 如果你真的想求變 這段時間 應該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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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會來的 但是這個夢 我不知道他多久之前發 總之我覺得 就是說 如果現在 他在做的事情 做到這個階段 覺得很悶 不妨再做一些新的挑戰 都是好笑的 應該的 有時候我覺得是有危 先有機 你跳出去 始終都會有個希望 開台可能會比較辛苦 這是正常的 各樣都是這樣 無論你轉工 轉行 或者是做老闆 自己出來做 都是的 大家穩定了之後 可能比之前更加好 所以應該可以的 至於MM提供另外一個鬼故事 我們待會有時間再講 不然下一集再講 現在就交給菲英 繼續講 你有沒有其他鬼故事 齊的 你齊的 齊的 另外那個 還未組織好 嗯 所以那個就不能外出 因為會比較亂 這個思維 我以為 根據MM提供的一個鬼怪故事 講的是什麼呢 關於在曼谷那邊 因為他寫得很仔細 曼谷為亞洲十大城市裡的其中一個 是他工作需要 所以久不久他就要飛去曼谷做事 因為剛才剛才講過 MM是一個經常要去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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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一眼都看到 即是說他對這方面有研究 噢本身他看到的 對 即是說他有靈力 或者對這方面有形式 所以 去到曼谷的時候 他說哪間酒店有結界 所以很多時候他一眼就看到 即是說這間酒店有沒有報告 有沒有東西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知道 通常泰國那些都會有結界的 很多酒店大部份都有 我住過幾間一入門口 我已經看到他們放了東西 感覺到 會不同的氣場 因為其實很多 在泰國酒店住的時候 遇到鬼怪的東西 基本上聽到很多 我幸好一點 是試過 剛剛經過而已 經過而已 測身而過沒有搞到我 嗯嗯嗯嗯 所以這次 他一次 這次 就是關於 他太太一起 他老婆大人 一起遇到的一個經歷 首先說 他在2012年的暑假 說得很清晰 發生在2012年的 他當時 和他家裡的主席 即是他老婆大人 主席 我叫首領 他說是主席 當然高高在上 很有權勢 老婆通常都是很有權勢 哈哈哈哈哈哈 我還在尋找我的主席 和首領 無論如何 他的主席和他一起去泰國旅行 四天三夜 吃喝玩樂 很開心 直直直到最後一晚 在半夜的時候 他們睡在雙人床 他的主席就睡在他左邊 感覺就是 半張床的床尾 睡到半夜的時候 床尾就好像 有個人坐在那裡 套進去 這個 很多時候 都在酒店裏面 會有發生的 時不時都會有 因為 他們說 你進去的時候 有某些事情 你不做的時候 他們會上床 通常我去到酒店 無論有與無都好 我都會做某一些儀式 或者一些拖鞋 放拖鞋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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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通常都會做 我的朋友都知道 基本上 剛才我去了台灣 我去酒店房間的時候 通常 認識我的人 都會等我去開門 他們知道我一定有些事情做 也不會出聲 知道你做了 大家都安全 都會做 做了之後 這些機會少些 但不妨 done 很多人他們不做的時候 也會有 我有聽過有很多事情 有些情況 你剛才剛才說的時候 某些梭 UT 有些是睡的 通常我都聽過很多人說坐下去,或者半夜看到半夜的人影坐在床尾上 這些其實是聽到最多的情況 因為他本身在那裏 你睡了那張床我沒地方睡就坐在那裏,是不是很正常 他說他睡到半夜的時候,就看到床尾凹在那裏就好像有人坐在那裏 然後MM就在這裏玩了個懶笑話 他說雖然我是華人,但我也有個英文名字在中間是英文名字的,就叫做Smart 哈哈哈哈 然後他說他很機警,他說當然就是裝不知道啦,裝沒事啦 然後繼續睡,到第二天,繼續睡的時候,在吃早餐的情況下 施施然然就收起行李 然後很安全地吃完早餐,收起行李就走,好像很淡定那樣 他說其實在內心那一剎那,他是怕得爆 哈哈哈哈哈哈 他對這件事還是很吵的,心情上就悉悉言 那昨天坐在那裏,究竟是誰來的呢? 為什麼坐在那裏呢?會不會搞他呢?會不會跟他回港呢? 可能是這樣的事啦 但anyway呢,回到香港的時候 他說又沒有病,又沒有痛,又沒有發燒 只不過呢,過了幾個星期之後呢,就跟他的主席呢 就去吃飯的時候呢 說回那晚,床尾的時候呢 他的主席居然很淡定地跟他說 我都感覺到啊 哈哈哈哈哈哈 有什麼出奇呢? 我沒有告訴你而已 哈哈哈哈 習慣的啦,他坐在床尾又不搞我們 最怕他搞你而已 就是他想,嘩,主席大人是多麼勇敢 多麼淡定,多麼正,多麼不害怕呢 他心裡在想,那也是的 他說,我他都夠膽嫁,他有什麼不害怕呢? 哈哈,他有什麼很害怕呢?哈哈哈哈 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在寫這個鬼故事 還是在寫這個笑話呢?哈哈哈 不過這樣,證明你的主席大人是見慣風浪啦 他給了一個提示我 我溫真的首領大人,就是主席 你想過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嫁我之後,你什麼都不害怕的了 哈哈哈哈 我都嫁了過,我都不害怕 有什麼還可以害怕呢? 我,你也叫我嫁,嘩,你也用了 哈哈哈哈哈哈 Anyway,他提供了一個很短的 他就說,是什麼呢? 就說,關於九巴那邊的 嗯 因為話說,九巴在某一班的監視巴士公司裡面 就是其中一個裡面的司機師傅說出來的這件事 他就說,這位名叫做 什麼,由觀塘碼頭開車 入上水的一位師兄 他寫得好丟轉 OK,我明白了 他意思是說呢 這個提供的就是一位開車的師兄 就說呢,他開的間是什麼呢? 就是觀塘碼頭駛進去上水的 嗯 OK,那通常呢 不要管碼頭有沒有人上車都好 總之呢 一進到上 上下 五商場 噢,我知道是APM 香港有一間商場的APM 我知道的 OK 總之駛到APM這個站的時候呢 大家呢 就一定呢 知道呢 哪一條線呢 如果下車的時候呢 就一定會有響鐘 開門有這樣的習慣 但是呢 永遠呢 就是沒有人上車 沒有人下車 這樣的情況 就是說 我想他的原意是 那個廚師是什麼呢 他說 駛到這個站的時候呢 其中駛到一條線那裡 就簡直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說呢 有人響鐘 好像要下車那樣 好,當你開了門的時候 永遠是沒有人上 沒有人下 其實呢 我曾幾何時都聽過一個傳聞 嗯 尾班車 嗯 不知道大師或各位聽眾有沒有聽過 就是 嗯 香港不只是九巴 嗯 整巴啊 他們有一兩條線 晚上呢 是故意不載人的 嗯 但是呢 這一班車一定要開 開到某些位 他都一定要過 但是他是 我們所謂的飛站 他不停不開門 但是一定要 要駕駛這班車 嗯 如果這班車不過的話呢 他們就會有事發生的 嗯 有一個傳統就是 我忘記了哪條線他們說過 有一兩條 一條還是兩條線呢 他們晚上都會有司機 會特意開一條線 即車經過 就好像地鐵一樣 嗯 香港的地鐵也是一樣的 晚上最後那班車 所謂的尾班車載人 但是過了尾班車之後 還有一班車 那班車真的不載人 就直過的 但是好像都會停一停 我不太記得 但是有班這樣的車 我聽過 全民地鐵都不只是巴士 很多這樣 但是很有趣 只是總之這條線 就是永遠去到 這個 上水碼頭 這個APM站 是有蓋的 即是在那個APM 商場的下面 那個停車場 是這樣的 我住過香港的朋友 或者去過香港的朋友 都知道 有些巴士站在地底 有蓋 是室內的 一個巴士站 總之就是 那邊就是一個轉線 去APM 轉車 轉車站 那些 坐車去那裡 轉車轉碼頭之類 那些 那些 平日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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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天天 天天天半就會比較少 晚上 碼頭 也bs detail 那些の船停 都不走 總之 他覺得 有的傳聞 他們的那個線 去了那個 摔著其eyen 使用 supporters 永遠都會 onomy 不yty味著下車 但永遠上去 就是 沒有人 沒有人 但這位師兄曾經試過 他的試過 沒有開門 然後就出事了 但出事了他就沒說清楚 當然是化燒或是不應該看到的東西 我叮了你不開門給我 你幹嘛不開門啊司機 司機開門了我要下車 我回家 通常司機現在好很多 現在好有禮貌 以前好兇的司機 我小時候坐巴士 我試過一次 我弟弟又上學 但我們在不同的學校 我先下車 同一條巴士 我跟我小時候說 早上太多人 你幫我按鐘 我又按不到鐘 真的按不到鐘太大 那我又下車 然後我小時候 他按了一下 他聽不到 他再按一下 又聽不到 他自己聽不到 他以為鐘不響 他按了三下 到我下車的時候 我一下都沒有按過 下車的時候 只有我一個人下車 然後繼續走 司機跟我說 你這麼喜歡玩鐘 我送個鐘給你玩 很記得 那個司機很兇 真的無辜被人罵 我小時候 因為以前巴士 可能當時的年代 巴士經常有交通意外 死了很多人 很多這些意外 所以不其然 當年有這樣的傳說 巴士總站 晚上是最多亡靈罪 是最大的地方 但是通常我知道 巴士出了事 通常會放在車廠 一段長的時間 不會動 會不會放在車廠 小巴我都知道會放在車廠 但是巴士 通常不會讓他出廠 會保持在裡面 搜證也好 調查也好 但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他們都不會駕駛出來 所以當時的傳說 我聽到巴士認識的 駕駛駛的親戚朋友 晚上 好像是九巴 當年最多就是九巴 在九巴總廠 總停車場 晚上那些巴士 都會駕駛在那裡 晚上就算他們的員工 都不會走回去那裡 為什麼呢 因為太多東西 在那裡 尤其是巴士的味 他們很喜歡聚集在巴士的味道 巴士後面 對 巴士後面 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 但是他們說 如果你不相信 那時候都會這樣說 你可以試一下 半夜三間十二點 你去巴士總站那裡 拿著一柱香 即是三絲香 拿著一柱香 在巴士的味道徘徊 你很快就會看到他們 我過去兩年 我都經過一個地方 香港公眾鏈房 香港公眾鏈房 嗯 外面有個巴士站 嗯 他們都有擺 擺土地的 嗯 我都照著漸行漸過 雙傳那裡都很猛 雙傳 但是 我經過那裡 我又覺得沒什麼 反圍 對面那個位 就是巴士站對面 剛剛正正這個 公眾鏈房的 對面馬路 那裡有些事情 哈哈哈哈 是不是真的 巴士站會有東西 會獎益 未必的 但是 殿房門口都沒有東西 是對面而已 嗯 未必一定會響 但是 我最好笑的是 那個親孫還教我 如果你不喜歡 三絲香 太惹人注目的話 你有方法都可以的 你就是拿些鑼撈押頭 哈哈哈哈 拿些鑼撈押頭 然後站在巴士站 巴士尾那裡 半夜三十二點 他說 一樣的人來找你 當然 阿sir也來找你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病啊 今天吃了藥沒有 所以他帶你去陪 陪你去精神病院 哈哈哈哈 當然他這樣說 沒有人會這樣做 但是有這樣的傳聞 但是 但是 因為我小時候 不是只有一個親戚這樣說 因為我聽幾個不同的人 都有說過類似這樣的東西 這個傳說 當年來講 都可能是幾多人會說 這個反而我沒有聽過 你沒有聽過 這個大概是七十年代的時候 是一個比較出名的傳說 這麼有趣 讓我先查一下 不過 美國的巴士司機 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傳聞 讓我再問一下 美國巴士司機 我想沒有的 美國反而 公車上的傳說會比較少 為什麼呢 始終 美國坐公車的人 始終就不夠 香港那邊 對 駕駛這麼普遍 駕駛遇到靈異事件 當然是多很多 這個 對的 這個對的 OK 今集呢 又去到完結了 我們下一集 下一集 下一集 因為我還有很多聽眾提供的鬼故 是未講完的 OK 還有的 只不過呢 沒有時間了 好 我們留待下一集 下一個節氣 下一個節氣是甚麼呢 就是小鼠 小鼠 即是開始熱的天氣 即是進入summer time 的時間 要記得的話 就是這隻小的老鼠 是 哈哈哈哈 我們下一集 再跟大家見面 首先 星際移民錄 我們會進入 美索北達米亞平原上 探討他們那些超高科技的文明 聽到的名字這麼厲害的 都知道是好東西 哈哈 然後呢 就會繼續有其他鬼怪故事 馬爪會繼續準備很多鬼故事 到時我會聯絡到我 提供親身的鬼怪故事的朋友 看看他願意親自說 還是再重複一次 以後等我去說 或者跟他錄音也好 都好 因為是早幾年那宗命案 很出名的 到時可以交代一點 OK Anyway 我們下集再見 當同樣的 提供就是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繼續PM我們 繼續在Facebook Inbox Anyway 留下你們喜歡提供的 鬼怪故事也可以 測字也可以 玩尖聲也可以 哈哈 想算一下名 不過尖聲我給你提供了 所有年月日時分 就比較複雜一點 哈哈 但我們都照做的 你提供給我 我就會做的 你給鬼故我們絕對沒問題 是啦 OK 那我們下集再見 OK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